哈喽大家好 我是钱的 那个海鲜尖商 你们去过阿根廷吗 我肯定没去过 不过我吃过那的虾 阿根廷红虾 这虾伸直了跟我脸差不多长 它也叫天使虾 它就生长在阿根廷南部的深海里面 长度就15到20厘米左右 这个虾性格挺倔强 贼野 没养殖的全野生的 你看这虾红了 它不是生气了 也不是感冒了 更不是煮熟了 这玩意让它跟关公张庭笑 天生红皮肤 所以这些都是生虾 你看这虾没有兵衣 一拿就拿下来了 都是气冻的 气冻冰冻 不懂啥意思 看我这期视频 然后它是船冻的 船冻啥意思 就这些小红被捕捞上来之后 然后也不征求它的意见 大咖的就直接在船上 就给它们扔冷库里了 一个个的全冻勾勾了 所以它们不属于自然死亡 全是他杀 像这种快速的船冻 能一直保持它的出水状态 最大乘坐 锁住它的口感 营养和鲜度 你看这个虾它长这么大 它属于L1级别的 还有L2 L3级别的 L1级别的这个虾 估计是和鸡蛋做过朋友 它就跟鸡蛋差不多 一斤就8个左右 这一盒是两公斤 就大概是32个左右 L2级别的一盒 就是在50只左右 40到60只 L3级别的你就别问了 太小了 吃它你都吃大的 爽 哪有吃小 我前几天发了一个北极冰田虾 还发了一个南极林虾 有一些小伙伴就在视频下留言 都是活虾 谁吃你这冻虾 拍这视频没啥意思 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总拍冻虾 小伙伴都是内陆城市的 他们买活虾买不到 我拍这样冻仙的视频 能给大部分的小伙伴 起到参考作用 你看到我的视频 你就知道在网上 怎么去买海鲜了 第二就是你看我推荐的这些虾 就基本都是野生的 你说你吃那种活虾 养殖虾和这种深海野生虾 它到底哪个好呢 继续说阿根廷红虾 基本都是一盒四斤的 这个盒有黑盒蓝盒红盒的 一般黑盒卖的比较多 这个虾和品牌没什么关系 你买哪种盒 质量都差不多 像我这个L1级别的 当年的虾的话 如果你顺风包油 一盒就大概在178左右 平油的话就在134左右 如果你要看到这个价格特别低 你就要注意了 它这年份是不是当年的 再你就看它那级别 是不是L1的 像这种过年 送礼好看点的这种动货 你尽量提前买 越靠年根底下 它越贵 这一盒最多能涨价40块钱 就这红虾 它另外它还有一个臭毛病 它没事 它就愿意待在海底下 跟沙子一起睡觉 你知道吗 所以它就吃了一肚子的大泥 烹饪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除它虾线 这个东西是在每年的10月中旬 到11月下旬 它产卵 就那个时候 它这身体里面就有虾膏了 不过今年的带虾膏的新虾 船还在道上跑着呢 没到岗呢 等过完年了就差不多了 掰开给你们看看 你看它是新虾 这虾线 今天做这些吧 好吧 哎呀哎呀 这小孩饿了 你愿意吃白菜呀 我是愿意吃咸蛋 这一盘是白灼的 这两盘是红烧的 白灼是什么 白灼就是拿开水煮 对吧 这头里面泥沙特别多 都是黑的 你知道吗 这是世界八大名虾呢 你再到明年就不这么Q弹了 这虾越放越面 现在吃的是八九月份的 等年后能吃到十月份左右的 一般都有几个月 往这运输的时间 吃几个了 白灼的你们要不要 一人一个四个 我要一个吧 我要品尝一下 刚才上什么课去了 小条 这个还是这个好吃啊 啊那个啊 好的 明白了 钻鱼的吃了 再不吃坏了 我不吃了 冬的我咋吃了 嗨哩哩哩哩 谁说晚上不能吃多 吃多咋啦 我就吃三个 你还吃不吃了小条 豆包包装 我吃吃过了 还是虾不 天天做个凉菜 然后拍成视频 放在逼叉逼叉上 他说逼什么 逼拉逼拉 逼叉逼叉 逼逼逼逼 这是工地 你看 全是大泥巴 再见 吃饱了 好了 走吧 万一一口一个 吃着老爽 你出个镜啊 摇头啥意思 指嘴啥意思 感冒 指你那猪脸啥意思 该揍了 谁来揍 你 筷子没掉地下 不用再给我一杆 好了 生活如此美好 本次视频到此了 感谢观看 拜拜 对了 这个虾今年便宜了 比去年进口 便宜15%左右 如果淘宝上那帮奸商卖的价 还跟去年一样